大家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同样 求关键路径 我们把四个选项来都看一遍 首先第一个 求关键路径是以拓谱排式为基础的 没有问题 我们在计算这个最早开始时间的时候 你计算顶点的一个顺序 是不是就是一个拓谱的一个顺序啊 你是按照一个拓谱的顺序来 计算每一个顶点的最早开始时间的 对吧 所以说以拓谱排式为基础 是没有问题的 B选项 一个实践的最早发生时间 是同以该实践为始的 弧的活动的最早开始时间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啊 就是概念上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它是完全正确的 然后C选项 一个实践的最迟发生时间 是以该实践为伪的 弧的活动的最迟开始时间 与该活动持续时间的一个差 这是一部分呀 大部分情况下 是不是都是这样呀 在概念之中 而有一个特殊情况 是不是没有考虑 他这样说的话 是不是最后一个事件 在那里的一个情况 他是不是没有考虑 如果你在最后一个事件 那里发生了一个最迟结束时间 和该活动的持续时间差 比这个还要早的话 你是不是为了使你这个事件 必须要能够完成 整个工期不被延误 是不是这个时间也是需要完成的呀 所以说C选项在这里发生的错误 是没有考虑到最后一个活动的情况 是这样的一个限制 好 D选项 关键活动一定位于关键路径之上 这个是不是没有问题 是我们求关键路径的最后一步 是不是就是我们先得出来的关键活动 然后再通过活动得出来的关键路径呀 所以说D选项没有问题 不正确的是一个C 这道题就讲到这里